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這個蒸香熱情報告 錄的時間是2020年2月21號,首先有我們的社長雷文王 大家早晨 有我們台灣的許留神 早晨 馬來西亞的馬來根 大家早晨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那麼訂閱的,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訂閱是免費的,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大台望向編輯部和三台浪費冷氣那裏 點贊、分享和訂閱,做三寶,做齊三寶 就不會那麼老套 好,這一節仍然都是我們的熱情報告的時間 就是講一下實時追蹤現在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治癒人數 香港沒有一個傳媒會說的事情是20分鐘前更新的 治癒人數是16,338人 多了,繼續 多了很多 那隻 是啊 但是沒有人說的 即使說了都說我質疑他 要更正 要更正 其實我們說香港傳媒沒有人報呢 其實我們是沒有說明 哪一個台有報哪一個台沒有報 那現在要澄清一下,有些網友就告訴我 不是啊,我看無線新聞台有報啊 是,無線新聞台是有的 但無線翡翠台是沒有的 即無線新聞台看的人呢 我認為是絕對不多的 而這個翡翠台看的人呢 絕對是超多 即你在茶餐廳看到就會播翡翠台 所以我們說主流媒體沒有報是真的 有一部分,說真的這個無線新聞台 就不是主流的 即是茶餐廳很少播這個無線新聞台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主要的 主要的 播的電視,即是茶餐廳播的電視就是飛翠台 老實說,即使在我們這邊都是很少播 我留意到近乎沒有播 嗯,這樣的 在無線的網站呢 就寫下了有的 但也都是沒有怎麼說的 基本上所有主流的 都是不報有多少人自餘 只是說幾多人死 幾多人累計確診 累計確診74683人就大大聲說 累計死亡就2123人 過了2000人就大大聲說 但是沒有說治愈有16338人 是現在累計確診的近乎三分一 是啊,整件事有些人是要帶節奏 五分一 有些人要帶節奏,整件事要很嚴重 其實你說完全不嚴重是假的 因為完全不嚴重的話 就沒有需要整個湖北封鎖 沒有需要的 那 現在中國是對全世界負責任 中國是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對全世界負責 也都是對湖北以外的省份絕對負責 當然這個不是單向 現在其他省份是要單對單 就是一個省支援一個市去幫湖北 其實整件事是很正面的 可以看到 大家情同手足 大家度過這個 齊心度過這個難關 大家都有信心去抗疫 其實整件事是很正面的 我是對香港的媒體很失望 沒有一個香港媒體是把這件事正面的報道 是公道 至少公道的報道是沒有的 只是會說有多少人死 哈哈哈哈 而且不停地去問 那些對政府有意見的人 是以偏概全 造成恐慌 這個就是香港現在的媒體的做法 而不得這個世界繼續亂下去 其實你看回很多在國內的片段 或者那些市民 其實剛才有寫長說 中國對全世界負責 其實中國自己的市民 都對自己的國家 和身邊的人都負責 你看到都是 都很有系統去做 還有對於自己的個人管理 或者對於周邊的衛生 或者那個叫做消毒的情況 都很嚴謹 都挺誇張的 那天我看到一段影片 都分享一下 挺有趣的 有個男人 可能住在武漢 可能住在大廈裡面 他拍片拍自己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的 他看到整個電梯噴到消毒的水 整個地都濕濕的 電梯裡面都濕濕的 他都覺得很開心 他覺得做得很好 他都不介意周圍都濕濕的 有些消毒的水 反而會令他覺得安心 其實整個國家你看到是很團結 這次對抗這個疫情 當然有一部分人在網上大節奏 就說這樣不行 那樣不好 還有一些誤告的情況出來了 譬如之前韓紅就被人誤告 又說他那個 他那個基金違規很多 那現在那個結果是出來了 就是說有少量的東西 不是很根據規矩 但是整體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現在是說了出來的 那整件事我覺得很悲哀的 就是你這樣的情況下 還有一些人出來帶節奏 在那裡想著抽一些 我不知道是 view數的游泳 還是政治游泳 還是為了點擊率 我不知道這個真正目的是什麼 但是整件事是 就是你看到 人人都在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的時候 那香港 中國 就有一幫人 中國內部是很少的 要說明先 香港有一幫人 就不斷利用 就是內地這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那些工資所謂的 說的根本都不合情理的東西 就帶了出來香港 跟著之後 就再在香港就輸入回去 就是一個出口轉內銷的渠道 變成了一個就是香港 那整件事是對國家是沒有利的 對香港也沒有利 我不明白為什麼 有些人在那裡不斷地做 有些媒體是不斷地不停地做 這些事情 將那個人的醜惡 和裡面那個內心的魔性 簡直是勾出來 他們看到有人死 或者做得不好 或者嚴重下去才會開心 有時候有些人看到一些店 不好生意 或者怎樣 跟著就可能當是 好像有一個藉口 還是怎樣 可以去 去用來責怪這個香港政府做得不好 我覺得這些心情很惡毒 經常都想人鬥人 然後在選舉那裡 留意一下很多人現在在候9月選舉 立法會選舉 想將這一次疫情的轉粉頭 射到中國政府那裡 還有香港政府也是 香港政府那裡 搞人鬥人 因為他們沒有了之前那些叫做暴徒那些 沒有了暴徒 就之前是用暴徒被捕 或者受傷那些畫面 來到譴責政府 什麼不答應什麼五大訴求 現在其實那個換湯不換藥 他們用回這些政府做得不好 給不了口罩大家 搞到大家民不聊生 那些 香港政府是令他們民不聊生 但是他們沒有想一下 那個情況 究竟政府是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做不到什麼 單單叫大家出去看一下 那些垃圾桶被誰打爛了 通街垃圾桶 很多網友給我們看 嘩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好一點 現在好一點 游資網區好一點 上次我不敢說全香港 但是游資網區好很多 我是親身去看過 我有些片我遲些會放上我自己私人頻道 因為那些片 每一次放上去就有人取消訂閱 因為那些片是很悶的 但是呢 就是一個紀錄 大家如果內母回香港的外國網友 你想看香港近期的街景 就上去看一看 就是整件事 就是不要說我們沒有根據 我們真的做過實地的調查 有啊有啊 我之前回香港的時候也是 我實地 想著拿一杯東西 就是一月的時候在香港 拿著一杯東西想扔 為什麼在街邊這麼難找垃圾桶 其實香港其實很容易有垃圾桶 沒有啊 現在好了很多 現在真的好了 剛剛提到說一句 社長說你會擺一些實事 不是實事 就是有些很現況的片 我們會出現退訂潮的 不可以放在大台的 因為放在大台實在很多退訂 因為其實那些人會覺得那些片很悶 我之前放了一條 放了一條 我看海的片 是有十幾個人退訂的 是 其實有十幾個人退訂的 是 有些人沒有興趣嘛 看這些東西 其實他們覺得很悶 是 是 是 你這樣放上去 有些人覺得不太好 但不要緊 我會照放的 我會照放 放到私人頻道 好 那些就沒有收益了 沒什麼所謂 不好意思 我想說 我去玩夾公仔夾社長 大家留言告訴我 究竟想不想看我再繼續 可以夾到社長上來 這件事 再說一說 要批評 講正面 家產應該會說一些正面的事情 但是 講正面的事情之前 我要批評一個香港的醫生 他講的事情是非常可惡的 其實香港有不少醫生都是這樣的 他怎麼說呢 就說那些病人死的時候 清醒慘叫 逐漸疾色 很慘死得 把慘況講很多次 不是我剛才這樣講四字這麼簡單的 他用很多字來形容的 這些仆街醫生 無端端圈染這些事情做什麼 在增加恐慌 其實病死就是很辛苦的 任何病病死都是這樣的 都是很嚴重的 我見過人癌症死了 活期癌症是怎樣 摘到半夜起床 因為痛 他根本上都是在那裡慘叫的 其實死亡就是一個很令人恐懼的事情 但是我就跟大家說 你不要聽這些仆街醫生說 因為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死了之後會去哪裡 如果你信耶穌的 那你就上去天國 去見主耶穌 如果你信佛的 那你就輪迴 你什麼都不信 你更好 入土為安 整件事 不是值得恐懼的事情 因為死亡就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事情 沒有必要圈染怎樣慘 應該這樣說 這些醫生 這些人 甚至是黑暴 他們是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把一些事情說到最極端來嚇人 等於袁國勇說 我會有140萬人感染 最壞的情況 說完140萬人感染 他很小聲 最壞的情況 好像梁卓偉說 全世界會有60%的人感染 最極端的情況 然後到老蕭就引他們的說話 大家聽聽 大家不要得救的了 不過來我餐廳吃飯 最乾淨的 最極端 他應該講誇一點 再盡一點 最極端的情況 就是全地球的人類會滅亡 是吧 是啊 但是要理性一點去看這件事 傻子 你看看那個重症比例 和那個死亡率 其實大家都要和自己說一句說話 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夜精靈PM我 我讀出來 就是你和自己說 小心預防 其實就可以避免中招 是吧 你正常人不害怕 就很難的 這個始終都是 講到底都是一個疾病 但是你沒有需要找個醫生出來 潰聲潰影 整個說出來 然後還要 就是 報紙還要報 是 根本就 不是很合理的事 來的 然後還說 講給大家聽 那個死亡的實況是怎樣 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的 是吧 就是你了解了死因就可以了 你是一個醫生來的 你不是一個 就是社民搵食的人 是吧 你是一個醫生來的 你說的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專業道德 是吧 是 你不是去嚇人 說很嚴重的 你如果有病 你 就是沒有必要嚇人 實施救市 是吧 你不是廣播劇的嗎 是吧 你每一個人的死亡的情況 其實都 個別個個都不同的 是吧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對於死者不敬 還有對於家人來說 都是傷口致上灑鹽的 你這些醫生呢 還可以不可以叫自己人心人術 或者 是不是叫醫生 還是是不是人呢 已經成疑了 可以這樣說 其實 有些醫生好像割包皮那些 現在到這個時間 還要造謠的 就是他拿蘋果日報的東西 來做 引述蘋果日報的東西 但他又不是說明蘋果日報 其實他是說拿到一張清單 就是之前我們解釋過的口罩的問題 其實 在這個時刻 還要造謠煽動仇恨 是為了什麼 所謂何事呢 就是那些人究竟 他基本 我覺得 連人都不是 你不要說專業失德 你基本上連 追人 講錯了 做人最低的要求 都做不到 那些 就是剛才我社長說 郭佳琦那些 就是那種離譜程度是怎樣 利用了你醫生那個專業的身份 再利用你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去講一些 未經證實的消息出來 誤導了市民 人家相信了你的專業和身份 就相信了你那件事是真的 或者沒有去考究 你自己沒有去考究這件事是否真的 就相信了 會傳出去 這些人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是很大的 負面影響 還要是 是啊 這些人 我也覺得已經不是人 你說得出口 製造了這個社會的不必要的恐慌 都不是事實的 基本上這些太賤價了 是啊 其實應該開始浪費冷氣 罵到他睡街 不過 嘉燦 先說一些正向的事先 罵完人了 好 我們看看 湖北 新增確診數 三百四十九例 二十二日 首次降到三位數 嘩 最新的了 武漢有一個康復女教師 就在西商版納捐血章 因為有人說過 做一些血章有抗體 抗體 抗體 其實都是有用的 這些活體疫苗 算是 如果大家看 大家看看 新增確診數 其實是不停地跌的 新增二次數當然是平 不過 正如鍾南山院士所說 可能是有反覆的 但是總括來說是OK 當然這些數據 在那些黃人 和那些黃KOL那裏 就說 他信不過的 他都不肯把東西都放出來 這樣說 他不肯讓外國人進去看 那些黃色KOL 我問他們 是不是男人來的 我都看不到他 有些聖精說他是男人 你拿些聖精出來給我看看 拿些證據出來給我看看 有些東西 其實我跟大家說 有感覺的 我覺得 如果他說出來有二千幾個人死 已經不可能是假的 我看法是這樣 那沒事 他們說 我們看過那些片 那些片是在這個 Fake News Empire 那些大紀元時報那裏說出來的 人 好吧 我們說一下闢謠訊息 好了 闢謠訊息 就在那裏扮那個 就是說有一個人是好像教跳舞的 就是剛剛 先那裏說不在那裏 吹哨 那位李醫生 其實就不是 其實我們都說過了 嚴格來說不算吹哨 不過這件事不再說了 我們已經說了 我只是舉個例子 好了 深圳學校 將會在3月2日分批開火 又有 又有這些 又有 什麼時候開學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具體時間有代公佈 官方公佈開學時間為準 不要聽訊謠言 好了 這個就重要了 新型冠狀病毒 是由實驗室製造的生物武器 嘩 就像是奧克薩T病毒那些 這個也是老蕭和風光說的那些 大紀元 其實基本上都是謠言 你不就說是美國做的 不就說是中國做的 其實我跟大家說 你說美國做的那些人 科學家已經出來駁斥的了 尤其是紐葉刀那本 就是醫學期刊 他有很多科學家聯署 就是不分中美的科學家 其實不只是中美 是全世界各地都有 聯署叫人不要再傳這些陰謀論 因為對整個世界是沒有幫助 還有一件事 有時候你的質疑 其實是基於一些不完全的資訊 你基於一些不完全的資訊去質疑 其實就很大程度會變成了一個陰謀論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你做人就簡單一些 政府說出來的 你不用信實足 但是這些東西一定要信 因為你沒有可能自己再去核實 基本上 基本上說那些什麼實驗室 什麼洩漏出來 還是怎樣 美國怎樣怎樣 這些 給你知道 這就不是一些什麼機密 怎麼會輪到你坐在 可能坐在香港 或者坐在哪裡 一個家裡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有沒有那麼簡單 信他也有些問題 挺好笑的 是啊 整件事就是有太多人在那裡不斷造謠 你相信了一邊的陰謀論 我覺得你相信了一邊的陰謀論 你要相信另外一邊的陰謀論 都是很容易的 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那些人基於什麼 為什麼會信他 說什麼實驗室 又說什麼 哪個國家做出來的恐怖實驗 那些事情 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你會信他 為什麼你會信他的消息來源 是嗎 真厲害 就是政府比較專業一點都不信 或者專業人士說都不信 是要信那些都不知道什麼人說 是 說一下 就是一個拍片的 一個拍片的編劇 說的東西竟然上升到十足十 那你沒辦法 好了 這次試看差不多了 這次試看差不多了 你說完這單吧 搞完這單夠爆 買回家裡的蔬菜 必須用75%的酒精消毒 喂大哥 你這樣吃 你消完毒你不用吃了 哈哈 你吃那條菜已經毒死了 是啊 哈哈 那好吧 這次試看差不多了 不過說一個笑話 剛剛看到一個真的事實來的 就是應該好像是東北的 那一個居委會呢 就派了一支75%的酒精 給一個老人家消毒 誰知道呢 他就拿出來煮飯吃了 就是煮了兩個菜 然後就喝了那支75%的酒精 是嚇到 是嚇到 是嚇到居委會的人都很緊張 那 哈哈 煮什麼 煮什麼 這麼厲害 煮醉蝦 他總之就是拿了一些酒精去送菜 送飯吃 或者是 那 總之就是大家保持一個正向的心態 不要太恐慌 因為沒有必要 現在 我們還會介紹 遲些有一節你會錄的 就是介紹這個澳洲的神藥 就是澳洲已經多了幾宗治癒的案子 那他們是用一隻神藥來做的 還有一種 一種流質的東西 是很堅挺的 一種飲品 就是 就是 成功醫治了五六個人 不是 應該是十個人 他有十個人出來了 那 下一次我們會說一下 究竟是什麼 就是這樣 拜拜